马来西亚华裔摄影师刘振阳 他是举办了异麦摄影展 主题相当有省思 叫做赎罪替大自然发声 里头全部都是用慈祭环保站的回收材料 把摄影人物装扮成各种生物 而异麦所得也将全数捐给慈祭马来西亚分会 透过摄影师的双眼 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相机不只是说拍出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们很相信相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让人家更多人知道发生些什么事情 而且我们可以用很创意的方式去表达 摄影展取名为赎罪替大自然发声 是华裔摄影师刘振阳 运用各项回收物与设计团队脑力激荡 把模特儿扮成美人鱼 孔雀 大象等动物 摄影所需的回收材料全都是刘振阳在慈祭北海教育站挖到的宝 他也经常有这些环保 所以他意识到环保的中央 环境的中央 我们把这幅画卖出去 这个产品那个钱我们就捐给慈祭 意卖所得全捐给慈祭马来西亚分会 也透过摄影展提倡回收 不只能减少垃圾量 还能保护动物棲息地 大约新闻 真善美之工李绿阳 马来西亚报导